这套功夫是你爹留给你的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个拼死搏杀 一滴时的侠客 不久前还是一个连鞋都买不起 见识浅薄的乡下穷小子 清朝末年家境贫寒 目不时钉的官风药 遵从父亲一眼前往县城 投奔父亲生前挚友段清云 刚进城的他 对一切都好奇不已 不过最吸引他的 是卖鞋的铺子 他买不起鞋子 只好对老板尴尬一笑 恰逢天龙坊派发馒头 鸡肠碌碌的他寄进去排队 但这馒头只发给打擂台的人 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子 递给他两块烧饼 这女子是四季之老板阿玉 这时一对接亲的花轿走来 被一群讨要赏钱的浪荡子围住 阿玉散钱相救 官风药啃制烧饼 来到了比武擂台 只见擂台上两个男子以命相搏 而高台上端坐两人 一人年龄烧长 穿戴富贵 他正是擂台发起者 天龙坊当家 喀和布 另一人身着便服 长相清俊 他是此县刚上任的父母官 袁天佑 擂台中刀光剑影 高台上也是暗流涌动 喀和布仗着满人身份 鱼肉百姓为伙一方 袁天佑一心要除去他 但喀和布巢中有人 丝毫不把袁天佑放在眼里 赢了有五十两银子 官风药心动不移 朕询问如何报名时 这时忍耐许久的 袁天佑出手了 带走天龙坊管事 贺庭比武 等出了擂台 不料 喀和布早有埋伏 迷人劫走管事 并抛尸漏相 此时袁天佑正在酒楼 与老师商谈 除去喀和布一事 突然官差赶来禀报 管事已被杀害 袁天佑怒火中烧 想要收拾喀和布 但被老师劝阻 让他暂时隐忍 等待时机 官风药离开擂台后 拿着王傅所给的地址 到处询问 不料无意见 得罪了男扮女装的 袁天佑师妹小莲 一番波折后 他才得知 纸上的地址 是四季之 然而当他兴高采烈的 来到四季之后 低头看着自己的赤脚 感觉实在寒酸 于是用墨 涂黑双脚 冲做鞋子 还没等他欣赏一番 一伙人闯了进来 踩脏了他画的鞋 原来是天龙坊的打手 由于四季之的布料 色泽鲜艳 更受欢迎 天龙坊眼红不已 试图收购四季之 四季之是阿玉的祖业 他绝不肯出手 见阿玉不配合 师爷一边威胁 一边出言轻薄 气愤的阿玉 泼他一脸汤饭 师爷刚要动手 就被官风药 揪住辫子撂倒 随后几招解决 其余打手 正当官风药 还想收拾师爷时 一名男子赶来拦下了他 段大哥 官风药告诉段清云 父亲临死前 叫自己寻他 没想到 段清云让他改口 称呼自己段男 官风药虽不明白 但也答应下来 得知来龙去脉后 段清云将他收留 见他没穿鞋 还把自己的鞋给了他 虽然鞋子不合脚 但官风药如获至宝 因为这是他人生第一双鞋 然而未能得手的天龙坊 正紧锣密鼓地布置陷阱 这天官风药正在干活 天龙坊的师爷带人来闹事 抓起一个欠债的老伯 就要带走 官风药想要还手 却被段清云拦下 这时阿玉出现 拦下此事 但由于没有这么多现金 只能将四季之 暂时抵押给师爷 随后官风药跟着段清云 上山采配置染料的花 段清云劝告他 不要轻易动武 还将前程往事告知 原来段清云和他父亲 关浩英 曾是朝廷大将军 后来遭人陷害犯了死罪 只能隐姓埋名 单风药父亲武功被废 只能老死乡下 官风药听后似懂非懂 但也明白了两人苦心 隔天他去送货老板 接过布匹后让他签名 不识字的他握着笔 举处不安 只能跑走 在返回途中 听到一个院子里 传来朗朗读书声 于是激动的推门闯进 却没注意撞到了老师 老师正是小莲 挥着棍子照他头上打去 没想到他想来读书 联名不愧 小莲记上心头 给他写下三个字 只要学会写 就让他来书院读书 次日 官风药一脸喜色的来到书院 将一栏花 递给正在发展的孩子 然后写下了那三个字 却惹得孩子们嘲笑不已 随即转身离去 小莲此时也有些愧疚 遭受欺骗的官风药 断了读书的念头 这天官风药照常上山采花 看到了地上摆了三个字 小莲正笑嘻嘻的说 这是他的名字 官风药面无表情的扫散落叶 却不小心跑掉了鞋子 小莲撕裂布料 栽紧他的鞋子 还帮他穿上 两人兵史前嫌 以前我打死你头牛 现在还你两头牛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个衣着富贵 出手阔绰的男子 两天前 才因惹事被东家逐出 官风药和小莲和好后 经过一天的相处 已经护身情愫 小莲父亲却看不上他 当夜 天龙坊打手与四季支内剑 林外合 一把火烧了四季支 染好的布皮 尽管官风药及时发现 已为时已晚 众人义愤填硬 独打内剑 老板阿玉喝声制止 就算现在赶工 染料也配不出来 谁的阿玉说明天就行 随后上楼赶制染料 一夜过后 阿玉推开房门 只见满满四桶染料 然而正当大家高兴的 搬运染料时 阿玉忽然昏倒 原来短时间内 制出染料就会中毒 官风药兼天龙坊 气人太甚 拿着扫把 闯进天龙坊 打得天龙坊 护卫抱头鼠窜 等师爷出来 只见地上三个大字 王八蛋 受此侮辱 师爷让护卫继续进攻 但再次被打趴 只能乖乖叫出地气 官风药兴冲冲的 跑回自己之 向大家炫耀 他夺回的地气 伙计们都很高兴连忙夸他 正在吃冬瓜解毒的阿玉 寻声走出 不想官风药 又掏出一张地气 瞬间鸦雀无声 原来这是天龙坊的地气 此事一出 难以善聊 官风药满脸不解 段清云救助他 要他立刻离开 官风药疑惑又生气 说天龙坊的人打不过他 段清云走到屋内 拿出三截边 扔给官风药 告诉他 这是他父亲留下的遗物 要是打着隐物 就可以留下 说把段清云赤手攻拳 攻向官风药 官风药挥边抵挡 大飞三截边 这时阿玉进来 也劝他离开 否则众人都会被他连累 他只能抱着行囊 伤心离去 临走前阿玉塞给他一吊钱 而另一边 看河部办完事回来后 发现天龙坊 地气被抢 心身毒计 准备栽赃给官风药 晚上 官风药来到小莲家 本想与他告别 但小莲父亲紧闭大门 第二天 官风药准备坐船回乡 但船夫为了别人的三倍船票 骗他下船 接连受挫 让他倍感委屈 这时小莲来送行 官风药不顾小莲挽留 单枪匹马来到天龙坊擂台 将台上搏斗的两人踢飞 卡河部见他前来 得以一笑 心中已有谋划 这时一名武夫上台 同官风药比斗 官风药把鞋子放进布包 一个脚锁将敌人撂倒 然后反身一脚 将他踹倒 官风药凌空一脚 紧接着一个名叫 红振天的男子上台 只见他一身铜皮铁骨 官风药换拳为腿 用虚招诱他抬头 还用脏脚在他头上盖印 红振天当即起身 却被脚尖直抵咽喉 两人僵持时 红振天突然压舌吐针 官风药翻身躲开 双拳齐出 摘下毒针反手一弹 给红振天打了个耳洞 台下观众纷纷叫好 正当官风药开心抱着银子 准备离去时 却被师爷带着官兵围堵 把喀合部杀人之事 诬陷到他头上 殊不知 这正是喀合部的阴谋 只见他从拐角出来 告知官兵 师爷杀人还栽赃 而且放火烧了四几只 让官差缉拿师爷 然后对官风药道歉 涉事未深的官风药 随他去了天龙房 一番吹捧下 还当了天龙房总教头 看着喀合部送他的新鞋 官风药迫不及待的甩飞旧鞋 穿上了天龙房的新鞋 自此官风药已不登天 去四几只向大家报喜 承诺以后天龙房 再不会来骚扰 然后去找小莲 炫耀自己的新鞋 而另一遍官差带着师爷走进巷子 准备杀人灭口 师爷倒是机灵 借口给银子反手抽刀 他一路逃到阿联父亲那 阿联父亲让他先躲到白虎牙 然而他们行踪已被卡合部发现 卡合部让官风药带人 跑回欠钱 天真的官风药当即领命 殊不知 卡合部药找的 正是去报信的小莲父亲 官风药躲在石墙后面 眼睁睁看着手下 连同小莲父亲疏刀 这才明白过来 已经成了卡合部的帮凶 小莲父亲强撑着赶到衙门 袁天佑见老师重伤 小莲父亲告诉弟子 他救下卡合部失业 然后就咽了气 这套功夫是你爹留给你的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个功夫盖世 一手鞭法出神入化的大侠 居然已身负重伤 官风药返回天龙房 为小莲父亲的死自责不已 卡合部继续演戏 斥责手下 自己只让带回小莲父亲 还说袁天佑定然不肯罢休 借此拿捏官风药 另一边 袁天佑按照老师的遗言 前往白虎牙 却不想失业已被杀害 埋伏多时的杀手围住 幸亏被上山踩花的段庆云发现 段庆云几招便将杀手击退 袁天佑本想询问恩人姓名 但段庆云担心身份暴露 匆匆离去 而这一幕刚好被躲在暗处的卡合部看到 他为了查清段庆云的身份 趁官风药醉酒 偷偷套话 另一边 段庆云得知了阿玉的过去 两人谈心后 暗生情愫 雨夜 段庆云和阿玉去送货 得知今天是阿玉生日 急忙跑到胭脂铺买礼物 竟然在回去的路上 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 段庆云只能先行离开 阿玉左等右等 不见段庆云 只好离去 路上发现通缉令 此时的段庆云 正连夜约谈袁天佑 袁天佑承诺 只要他能除去卡合部 此后世上再无段庆云 只有四季之的段男 但对付卡合部 只怕是九死一生 他去向阿玉告别 两人互诉忠诚 而另一边 卡合部知道两人联手后 假借官风药名义 约段庆云到酒馆 段庆云明知这是鸿门宴 可他还是以身犯险 只希望官风药能够回悟 到了酒馆 老板贵哥与他相熟 按照惯例给他端上酒菜 段庆云丝毫没有起义 举杯变影 脸色大变 运功震碎桌仪 强撑着想要离去 就见一群杀手蜂拥而至 关上店门 但段庆云终究是中了毒 一时不慎被批中后背 他将杀手踹出 却不料一名杀手悄悄潜入 贵哥见撞上前阻拦 却被一刀毙命 段庆云见贵哥惨死怒火中烧 双刀齐出杀出一条血路 而另一遍 关锋云去祭拜小莲父亲 却被小莲赶出 灰心湿意的他 沉迷酒色不务正夜 让身边姑娘写他的名字 就在这时 小莲找上门来 段大哥不想你被人理 此时段庆云来到一处小巷 想要赶往四季之 荒顶上出现一群弓弩手 必无可避 接连中箭 又被躲在门后的杀手偷袭 就在这时 关锋云终于赶到 撞飞射向段庆云的利剑 段庆云见他来到 挣扎起身 两人合力将杀手斩杀 此时的段庆云脸色煞白 他拼尽全力 将关锋云王傅 锁流招式打给他看 他将三截变插入防战 再也没有了气息 阿玉赶来 却只见到段庆云尸体 大战之后 关锋云跟小莲一同击败死去的亲友 说吧 他转身离开 要去为段庆云报仇 小莲见劝不住他 赶忙去找师兄袁天佑 希望他能出手相助 然而袁天佑 忌惮喀和布朝中势力 将小莲软禁 还下令所有官差闭门不出 第二天一早 关锋云来到天龙房 不料老金巨花的喀和布 正在上演苦肉计 关锋云出手解决五夫 质问他为什么骗自己 喀和布说自己是被利用 还挺身为官锋云挡下一刀 官锋云见状性了八分 不料喀和布从背后捅刀 这时数名杀手破窗而出 官锋云抽出刀子 撕下衣服 细住伤口 双拳连出 打飞敌人 死死盯着得意的喀和布 喀和布将他引至屋内 用石灰粉暗算他 立刻启动捉下机关 人中一箭 不过他此时热血奋涌 击毙数名杀手 直奔喀和布而来 喀和布登逃到大街上 毫不心疼地抛洒黄金 扬言只要杀了官锋云 就能拿走黄金 一群五夫顿时眼貌金光 官锋云站到此时 已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父 将周身杀出一片空白 但人未踩死 鸟未失亡 任由五夫貌似上前 猛虎难抵群狼 力竭的官锋云 被一柄三叉戟 刺中手臂 钉在墙上 此时他只能凭借 左脚击腿敌人 这时喀和布亲自上前 砍飞他左臂 官锋云趁此机会 用脚勾边 直刺喀和布胸膛 作恶多端的喀和布 当场横死 而重伤的官锋云 也已回天乏术 临死前他拼尽全力 想要穿上鞋子 但终究含恨离去 这部赤脚小子 上映于1993年 喜欢看的帖子们 可以看原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减不算